现在的劫匪胆子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实在是太猖狂了 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是个王者 视频中一名骑着摩托车的男子 将车子停在一家手机店的门口后 便进入到店里看手机 店主是一位老爷爷 这老爷爷看到来生意了 便热情的给这男子拿着手机 没想到的是 这个手机刚拿到手上 这个男子就转身想要逃跑 这个老爷爷可不是好欺负的 直接追出去将这个男子给打倒了 这个老爷爷真的是太霸气了 因为你自己是个王者 没想到遇到个比你更厉害的角色 这不是作死的节奏吗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此事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